大家好 歡迎回到澳門早晨的專訪環節 今天請到超型文化創意產業協會傳訊及發展總監鮑蓉銘 Mandy小姐上來和我們介紹一下 Mandy早晨 Hello 早晨 我知道Y設計展又來了 今年其實規模又是怎樣 又或者是想帶出的意義又是怎樣 不如都和我們介紹一下 好 也很感謝你們今天請我們出來分享我們今年的活動 其實Y設計展的原意我們是2016年五開始的 開始的時候我們為何會叫Y設計展呢 就是因為Y是代表年輕人 因為我們其實是想幫助年輕人 而且年輕也是代表求知育Y的意思 其實我們這個平台就是想為澳門本地畢業生的學生 去製造一個平台去展示他們的設計產品 以及他們的展品 也是一個平台去連結著 商業的商業 去幫他們製造多些商業的機會 今年我們也有一個很特別的角度 就是我們也請了不同世界級的設計師 去做了一個Y summer的設計課 就是一個四天的設計課 我們今年其實都非常興奮 去做了這件這麼大的盛事出來 相信是澳門的一些設計師 又或者即將進入設計這個行業的朋友 對Y設計展其實都不陌生 今年會在哪裏舉辦和時間有何時呢 其實今年我們都會在藝麗景灣舉行的 這四天的設計展 我們剛才也說過 其實我們今年特地都是在藝麗景灣時 學生會多一點時間 多一點充足地加入這個設計展 其實是下星期 在初夏天就開始這個課程 可以等一些學生 未有些功課壓力 或者剛開學的時候 功課沒那麼緊張的時候 都可以去看多一點 或者了解多一點 亦都等一些準備踏入設計行業的朋友 亦都可以了解一些澳門畢業生 他們的設計究竟是怎樣的 這次Mandy除了上來和我們介紹之外 亦都帶了一條關於Y設計展的宣傳短片 我們現在就看下這條片 大家好 我是梁欣 Hello 我是Anson 我叫楊醫生 Hi My name is Anastasia Luhuzariu I think Yshow is a great platform to showcase your designs and get recognized throughout Macau Yshow 正正就是一個 可以吸引各界人之不同學校 還有給企業、設計畢業生、家僚的機會 是一個很開放的平台 視野變得更加開闊 給學生會參加 在接下來的Yshow 我的推薦是 設計一些你真的有興趣 看多一些不同地區的設計作品 和更多的參加者交流和認識多一點 我現在也在澳門本土的一家設計公司上班 是跟自己以前在學校裡面的環境完全不同的 工作要比較商業化一點 但實在在以前 你只需要自己去獨立的思考 而不需要管其他人怎麼樣想 我覺得真是要好好珍惜自己在學校的時光 問忘初心才是最重要的 不經不覺 Y設計展已經迎來第四屆了 過去已經成功舉辦了第三屆 過去的三屆經驗又是怎樣呢 幫過有多少設計師 將他們的作品展現在我們 市民或旅客的面前 其實我們 過去也很有幸可以得到 五大院校一直跟我們合作 今年我們也一樣會做這個動作 過去我們除了展示了過幾百個 畢業生的設計展之外 其實設計作品之外 其實我們還有幫他們去創造的機會 幫他們找到工作之餘 其實之前也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有一個商業的機構 他們就看中了我們設計師的茶具系列 他們就將整個產品製造成 用作成年夜晚餐的給客人 其實Y設計展 大家可以在盈果幕上看到 就是過去三屆舉辦的一些作品 其實整個概念 就是匯集了澳門應屆設計系的畢業生 進行一些畢業作品聯展 同時Y設計展 也會邀請海外設計系的畢業生 共同參展 而透過展現來自不同背景的設計作品 為本澳的年輕設計創作者 提供一些展現以及交流的機會 從而激發他們 未來對設計創作的一些可能性 同時也推動我們澳門 和世界各地的藝術文化接軌 令到我們澳門成為新一代 年輕藝術文化的一個會聚點 其實過去這麼多屆 一些設計師他們有什麼意見去給你們 讓你們更加好地一屆一屆扮進去 其實我們每一屆都會吸取我們的 我們每一屆都會有些獎項去頒給學生 去鼓勵他們去繼續參與我們的活動 超型協會 叫做文化創意產業協會 相信有很多平台給我們一些藝術家 去交流他們的心得 甚至乎一些作品的展現 你們是怎樣去做好藝術交流的平台角色 其實我們好像今年一樣 其實我們都很興奮 看到澳門政府都很大力支持阿爾麥卡爾 所以其實我們每年都會去投資資源 到我們的活動上 好像剛才我這樣說 剛才的十優的獎項和創業大獎 我們每年都會去鼓勵年輕人去參與我們的活動 對於一些設計師來說 這個平台又或者是他們剛好準備畢業 有一個平台給他們 你們自己當初又是怎樣想 要怎樣構思整個平台是怎樣的 因為剛才我們看過一些圖片上 有些是室內展示的 有些是室外展示的 那他們的感覺又是怎樣的 是 其實我們說是創意的平台 其實我們都是想 try to cover 不同的創意平台 有些就是可能是畫面 有些是描述 所以剛才你看到那些都是 可能是產品設計 有不同的平台 我們都想展示 就不是說只是鎖死 是一樣的創意產業去做 所以其實說回今年我們的 酒店設計師 我們都是去探索不同的創意產業的領域 就邀請了不同的產業的設計師 去做這個研究的教授 當然你說我們每年其實都想去做 有些進步的空間 所以今年其實我們就特別聘請了 國際性大師班的設計師 去希望借著瘋型文化去做一個國際平台 讓學生和一個大師班的教授 去做一個交流 希望可以借著這個平台去 勇氣我們本身本地創意產業的平台 除了Y設計展之外 《超型文化》未來會有什麼大計 或者會有什麼展望 不如跟我們介紹一下 其實今年我們特別興奮 因為見到奧米卡爾或澳門政府 都很大力支持文化產業 今年我們看到周圍的人 都開始從這個產業的時候去努力 其實我們今年都真的很希望 或者是之後的日子都很希望 可以得到多方位的產業 我們一起去做這件事 當然你認為國際上 我們都想繼續可以帶著 國際藝術的藝術的藝術 也可以立足澳門走向國際 或者在國際上 引入更多對於設計 或者藝術文化領域的朋友 可以來到澳門 讓大家有一個文化的碰撞 大家去交流 從而令澳門整個藝術氛圍更加提升 今天謝謝Mandy來介紹一個Y設計展 各位可以留意相關的資訊 也可以在收索引擎打 Y設計展就會找到今次展覽的相關資訊 今天謝謝你